来 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 穿的衣服 我那个时候 也是一把小腰啊 你得试试 看哪儿不合适的话 我给你改改 明天就穿着她呀 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 不是拜堂 是定亲 还不都一样吗 定了婚拜堂也就快了 来 你试试 奶奶 我有点怕 别怕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 也怕得要命 其实 经过了以后 也就那么回事了 我怕香满说的是真的 她说我心里 根本就不喜欢沈丞志 她懂什么呀 她的话你也听 这女人呐 天生就这个苦命 喜欢谁 跟嫁给谁 是两码事 等你长大点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奶奶 那你就等我长大点 等我明白了 再让我嫁人吗 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女人呐 迟早都得嫁人 不是明天 就是下个月 就是明年 都得过这一关 除非啊 你是个神仙 奶奶 我守不夺你吗 我们家香香啊 命真好 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 做我的乖孙女 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 就要嫁到盛家 做盛家少奶奶 一辈子啊 衣食无忧啊 小满 小满 一会儿呢 把你这灰衣服换掉 来 穿上这个 灯红大褂 我可不穿这个 穿着一大枣胡似的 哎呀 听话 奶奶又不是我结婚 哎哎 又胡说八道 我 一会儿换上啊 香香 香香 快下来吃早饭了 一会儿还给你梳头呢 这孩子 常宁 我跟你说啊 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 别放这些贵苦狼嚎的吊点儿 妈 这出戏啊 叫龙凤城霞 这不合适 小心点儿 真是的 怎么回事儿嘛 还好 还好 多写点儿啊 一会儿很多地方都会贴的 呦 老子 干什么一大早就咿呀呀的 你怎么刚收拾好吗 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 这虽说一切从简 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可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 你说姑娘家一辈子 就这么一回了 行行行就她一回 我到处里去了 今天家里有事 你就不能请一天假啊 请假啊 处长恨不得我柱子处里边 还请假啊 那 那今天晚上 能不能赶回来喝喜酒啊 这家里总得有个男人称场面 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 他说话不合时宜 没你打圆场是不行的 行 我还买一下 行 贷房子啦 贷房子的担包 总算是有点起情气了 这要是在茶言 向老房子嫁你就好了 炸都炸了 还替她干什么 今天不准提这些 赌心的事啊 知道了 妈 好